大家好啊朋友们 现在是下午的18点10分了啊 6点10分了啊 最近天长点了啊 前一段要这个时间段就天黑了 现在还行啊 这个人约黄昏后啊 2021年了啊 现在传出来中国大陆第一个跳楼的坠楼身亡的官员了 这个1月6号山东济宁啊 济宁有好多县什么金香渝台 是吧 威山啊 这个衍州啊 包括孔子的家乡区府都是济宁的啊 济宁市仁城区 听这名基本上就在济宁市啊 就是市区公安局发布了一个通告啊 这个1月6号早晨吧 8点49分 有一个小区叫惠翠园啊 汇聚的汇啊 翠 清翠的翠 这个有人坠楼了啊 现在他说这个人叫胡某啊 系高空坠落身亡 排除刑事案件 那么确认 确认后来确认死者啊 济宁市仁城区委副书记 叫胡钦 钦啊 古月胡钦此 是吧 钦 这个有一个汉语里有个词叫胡钦 就是胡说八道 你别跟这胡钦了 这个人哥们叫胡钦啊 六四年的 哎呦 六四年六月的 没多大呀 那55周岁 55岁半个 正是 是吧 作为一个干部来说哈 熬到这份上 不容易 五十多岁啊 这个 他是当地人 当地有个镇叫李盈镇 李盈镇人 研究生学历 好像现在有一定职务的官员 都是研究生啊 这个中国官员的这个水平很高啊 学历很高 他的教育口 其实比他岁数再大一批 六七十岁的 七八十岁的 有很多干部 文革后 文革后缺干部 很多人被打倒了 有些人被打死了 是吧 最后从教育口 因为当老师的 多少都有点文化 能说会道 笔杆子也能写 能写会话 所以很多 从这个教育口的 当老师的 一大部分后来转成干部 12月份还参加活动了去年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中宣部原副部长王世明 还来他们几宁 这个搞活动 专题报告 然后他还参加了这位胡钦 最近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个去年的 2020年 有很多官员非正常死亡 不少去年 12月12号 西安事变那天 12月12号深夜 内蒙古包头市的副市长 王美斌 从厄尔多斯市 一金霍洛起 家中坠楼身亡 一金霍洛 一金霍洛起 就是那个成灵 成吉思汗的灵就在了 应该就是个衣冠种 成吉思汗真正的尸体 那个遗体 台湾叫大体 到底在哪 是一个千古的谜团 10月19号 湖北省高院 党组成员 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 一级高级法官张忠斌 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了 10月15号 四川成都大学 党委书记毛洪涛 留下绝笔信 在微信朋友圈后失联 后来说他是跳河自杀 8月16号 中铁建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书记董事长 就是原来的铁道兵啊 中铁建 他们单位就在永定路 那个总部 然后 叫陈奋建 从福建法上掉来的 自杀 跳楼了 刚刚是中纪委在那巡视了一圈 刚走 可能害怕了 慌了 8月15号 凌晨 内蒙古 原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经信委员会啊 主任叫牙萨宁 姓牙 这个牙齿的牙 牙萨宁 听这姓不像是汉人 汉人好像没有这姓 在呼和浩拓的叫乌塑图 国家森林公园 上吊自杀 乌塑 蒙古语水 图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可能跟水有关系 然后5月1号 湖南张家界 广播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 原张家界旅游集团的董事长 戴明清 在永定区 永定 福建有个永定啊 是吧 这个 官离平办事处 一个高架桥上面跳下去自杀了 这个统计过啊 统计过 有人统计了 这个 对 去年还有河北廊坊市 河北廊坊市那个旅游局的局长 六十来岁吧 快六十了 到一个也搞旅游的一个女的家里 三十多岁 两个人啪啪啪搞婚外情 后来被他老公发现来敲门 那哥们吓得就从楼上跳下去了 摔死了 有人统计了一百一十二个自杀的官员 这当中啊 有一百一十一个 只有一个人啊 大概百分之零点七左右 这个 其他人啊 都被确认为自杀 自杀的方式主要有跳楼 上吊和割腕 其中跳楼的最多占百分之五十六 跳楼的死的方便 前两天河北吧 是廊坊还是刑台 还是秦皇岛 还是哪 还是张家口 还是承德 我忘了 就河北某一个地方 有一个局长 不是被视频拍下来吗 就在楼上 他不想死 徘徊了半天 后来出了下去了 从楼顶死了 前一段我也听国内的朋友说 北京顺义有两个人 顺义区尾大楼 建成没多久 落成也就两三年吧 挺新的新大楼 花了不少钱 他们说有两个官员 先后 一个是跳楼 一个是上吊了 两个 说有一个是从顺义的北石槽镇 调到这个区尾的 没多长时间死了 这第二个 北石槽最近也被宣布 为有疫情了啊 中风险地区 北石槽镇 然后下面的北石槽村 应该就是镇政府所在地啊 他北边就是 这个这个 怀柔了 顺应的北边 精密引水渠 另外死的还有啊 这个上吊的23% 割腕的 百分之四 五十六 二十三 加四 二十七 三十三 八十三 百分之八十三 此外 那百分之十七 还有开枪的 服毒的 触电的 逆水的 撞墙的 等 多种方式 一位在省纪委工作了 二十多年的朋友说 跳楼自杀的现场会比较惨烈 因为他的尸体就四分五裂了摔的 也会引起很多人围观 一般人不敢这么死 选择跳楼的官员多半是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这个另外官员自杀的地点 大部分在办公场所 百分之三十九的自杀官员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自杀 在自己家自杀的 百分之三十三 在宾馆饭店 医院野外 铁路上 自杀的 大概百分之二十一 还有一些是在积压场所 自杀 已经被关押了 被双规了 自杀 在野外的也有啊 当年北京市的副市长 王宝森不就是在怀柔的山里吗 当然有人说他死并不单纯 并不一定是自杀 是吧 现在你只要说谁一自杀 很多人就说 实际上是保护了一批人 其实我还知道 有一个中将啊 前些年说病死了 其实他们单位的人都跟我说了 根本就不是病死的 是吧 这个人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是吧 有时间我再说 哎呀 看来这个当官啊 真是一个高风险的啊 高风险的职业 这个还有生命危险 是吧 去年还有那个司法部的一个政治部主任吧 一个女的 是个60后吧 武士出头 从陕西调过来的 不也自杀了吗 很多 还是当个小老百姓吧 俗话说的 像我妈常说的啊 飞不高跌不重 是吧 你飞的不高 你摔下来 对你也没有太严重的后果啊 你要是老往老想往上爬 当更大的官 搂更多的不义之财 那您这就给自己找毛病了 是吧 好吧 朋友们再见